Shalom Lekulam Hayong Shibur Mizpah Asrim Vitesha 今天的主题是 Mizpahrim Zahar 也就是阳性的数字 阳性的数字和阴性的数字 长得差不多 但是有一些区别 从1到9分别是这样 Ehat Shnaym Shlusha Albaa Hamisha Shisha Shifah Shmona Tishah Esra 大家有没有发现 基本上 除了Ahat 变成了Ehat 然后Shtein 变成了Shnaym 其他的 基本上呢 都是在最后加了一个A 这个阳性的数字它干嘛使呢 阳性的数字就是你在数阳性的东西的时候 就要用这个来 比方说 Eish 是人 对吧 Anashim 就是人们 人们呢可以包括 其中可以包括女人 但是一定要有男人 这叫Anashim 然后 比方说你想说 一个人 那是什么 Ish Ehat 对吧 如果 如果是什么 如果是一个女人的话 那就是Ishah Ahat 就是这样这个道理 然后 2呢 跟 阴性的有点相像 就是 阴性的2 是Shtein 但是你要说 比方说 两个女人 叫什么 Shte 对吧 Shte Shteinashim 然后同样 你比方说 两个人 那叫什么 叫Snei Anashim 就是这样 最后给简化了一下 然后其他的都好说了吗 这个就是阳性数字的1到9 举个例子 比方说 什么 9张桌子 呃 Tish A Shuhannot 对吧 顺便一提 Shuhann 是什么 呃 是这个桌子的单数 那么 桌子 你看它这个没有什么明显的特征 它应该是一个阳性的名词 但是Shuhannot 你看什么什么not 这个 是什么 是阴性便复数的那种常见形式 所以 又是那句话 什么 判断一个名词是阴性还是阳性 它的 看它的圆形 比看它的复数要靠谱 还是这个理论 那 同样 比方说Kise Kise是椅子嘛 Kise 那它的复数也是Kise Kise 但是Kise 是什么 阳性的名词 对吧 呃 注意这个什么 Shuhannot Shuhannot 和阴性的八呢 阴性的八叫Shuhannot 对吧 它俩偏写是一样的 只不过读音不一样 比方说八个意思 Shuhannot Kise 就像这样 那么这个是阳性的一到九 那超过十以上的呢 首先咱们讲 说这个几十啊 几十是不变的 比方说Estream Shuhannot 这个不变 你要说几十几啊 这就有变化了 比方说四十三 那就是什么 阴性的叫Albaim Vishalosh 对吧 那你要是阳性的呢 就是Albaim Vishalosh 就是这个区别 但是几十 那个东西本身 它是不变的 但是十几呢 是有一些变化的 十几是什么 十几的阳性呢 就是阳性的一到九 加上这个东西 叫做Azhar 咱们讲过阴性是什么 就是阴性的一到九 加上Estream 对吧 读音稍微有那种 向后错的那个变化 就比方说Tesha变成了X 对吧 就是总体是差不多的 就是读音有一点点向后错的这个倾向 那么这个阳性的呢 也差不多就是这样 比方说我把十一到十九给大家念一遍 但是大家注意就是阳性的呢 它就没有往后错这一说了 对吧 因为它的重音你看最后都是A结尾的 基本上重音都在最后 所以它也不需要往后错了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些东西本身 这个一到九 加上一个Azhar Ehad Ashar 十一 Snaim Ashar 就是十二 阳性 Susha Ashar Alba'a Ashar Hamisha Ashar Shisha Ashar Shiv'a Ashar Shm'na Ashar Tish'a Ashar 然后Ehad Ashar 对吧 这就是十一到十九的阳性 那么有两个词呢 比较特殊跟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就是这个词 这个词是什么 这个词是大家在以色列生活 每天都必不可少的一个东西 叫做Shako Shako是什么 这个以色列前币英文缩写叫NAS 叫New Israeli Shako 这个Shako就是以色列的前币 Shako 大家说它是阴性还是阳性 肯定是阳性 对吧 因为它没有什么这个阴性的特征 所以它应该是阳性 那 你应该说什么 八 八块钱 八谢 八谢克尔 怎么说 那就是 什么呢 Shaklim 对吧 如果超过十呢 这么说就正规了 比方说 二十谢 Extreme Shaklim 你也可以说Extreme Shako 对吧 然后再比方说 一百谢 Maya Shaklim Maya Shako 都是可以的 也就是说超过十呢 嗯 你说Shaklim 还是说Shaklim 都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在十以内 嗯 正确的说法 应该 要 要变多少多少 Shaklim 然后用这个阳性的数字来形容 同 同样的道理 跟这个Shako很像的一个字 叫做Ahus Ah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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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百分 百分之多少 嗯 百分之三 Shaklim Ahus 但是 百分之八十 你可以说Shaklim Ahus 也可以说Shaklim Ahus 超过十了以后 你说Ahus 和Ahus 都是对的 但是如果在十以内 正确的说法 应该是用阳性数字 加上Ahus Ahus 阴性数字 阳性数字 都给大家讲了 那以后大家再数 什么东西的时候 那就都可以说了 对吧 嗯 今天大家回去要把阴性数字 阳性数字都复习一下 嗯 不要把这两套数字弄混了